今天早上起床, 煮了肉丸粥和炒鸡蛋蕃茄面 吃完后, 我准备駕駛到三角洲 找我一个好朋友 和他一起准备行驾驶室 他家里很特别 附近有一个很大型的阿特莱斯驾驶 有很多名牌卖 我来到他家附近, 顺便看看美国的边境 看来还未开 宣布了, 今年的11月8日 我们可以全面通关 我都很期待 我这个朋友的家庭很特别 因为他的家庭的尼巴 就是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国界线 他家的外场就是一个国界线 而且这个小小镇 那些国界线根本上连铁丝网都没有 是一个路坡 你看这一条街都很宁静 这个就是一个海关 这家庭很少行人 这个地方很多以前都是从事一些鱼业工作的人 但是现在慢慢的居民的工作性质也有些变 我朋友的屋 我想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了 这家庭就集在边界那里 对出那个后海湾根本上也没有国界 现在看到这条路 一条湘黄线的路 这边就是美国 这间屋为自己的交界 这边就写着个C 黄色的就是加拿大的意思 这个海外 这屋也很漂亮 望到对面就是美国国境 这边有个汪顶牌 这个黄色的路坡就是一个国界 对面就是美国 我们这边 我站在这边就是加拿大 那些小鸚仔有时住在附近这边 那些小鸚仔打球 那些球都弹过去 又过去执 又过去执 又走回来 那对面那些树 落树叶又飘到过来 这边又要掃 是一个很特别的环境 这个 对面是一个区域 很多时候 这边边的居民都过去那边 野餐 霹力 你看这个海湾 非常漂亮 很漂亮 这个海湾 走了一天 我回来 用木瓜煮了一个排骨汤 今天出去都很冷 一直下雨 听说明天就会停的了 希望 你回来 有时 一早煮定热辣辣的汤 就算回来 你就可以是 有汤喝了 我很多时候都是的 要出街之前 或者睡觉之前的前一晚 我煮好了汤 每天早上都可以吃 那你早上要去哪里 探朋友也好 行家也好 散步也好 甚至去行山也好 那你回来 就不需要有太多功夫做 现在的汤就拌出来了 可以喝了 很清甜的 现在这个季节 最好用一些木瓜煮汤 你可以放几粒蜜棗 我今天就有一个炒饭吃 我今天煮了一个 新加坡的肉骨茶 给朋友试一下 但这位太太 她是西人 她始终都是吃不惯 我们好像那些药材汤 她试了之后 她说 多谢你了 但她吃不惯 那我不要浪费 那我又拿回来 自己吃